第三剎車燈現在已經是汽車的標準配備 奪利於車尾燈的設置位置 能夠更有效的提醒富方車輛進一步提升交通安全 但是卻流傳一個說法是 當年第三剎車燈是由台灣人發明 沒想到卻被視為違法改裝品 傳到美國之後大為流行 讓美國政府列為車輛強制配備 才終於促使台灣政府修法 使得曾經的違禁品搖身一變成為必需設備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種荒謬狀況 前面那些內容確實很像是在台灣會發生的蠢事 不過根據國外的資料 發明第三剎車燈的其實是名叫 John Vovodsky的美國人 在1960年代 美國的汽車數量快速成長 隨之而來的就是事故死亡人數飆升 最高數字一路來到每年5萬3千人 平均下來每10萬人就會有26.42人死在路上 提供一個數字參考 台灣現在的數字是每10萬人有12.82因交通事故死亡 所以就可以想見當時美國道路環境的嚴峻程度 因此到了1974年 身為心理學家的John Vovodsky 在車尾的倒風玻璃上加裝了一顆煞車燈 並且在舊金山的街口展開實驗 有343輛計程車的車尾 多了這顆額外的煞車燈 另外則有160輛計程車維持原樣 作為這場實驗的對照組 而舊金山作為美國著名的物都 平均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日子會起步 讓這場實驗獲得了不錯的成效 10個月的時間結束後 那些有加裝煞車燈的計程車被後車追撞的機會少了60% 促使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也開始展開研究 最後在1986年正式要求所有新出廠的汽車 除了原有跟車尾燈結合的兩個煞車燈之外 還要在擋風玻璃上裝設第三煞車燈 隨後其他國家也陸續跟進 至於在台灣的部分 裝設法規上沒有允許的燈光 確實是屬於違規的行為 而在當年第三煞車燈剛發明的時候 法規當然還沒有寫入相關的規範 也可能因此就遭到刁難 在1992年的時候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進行了 《汽車第三煞車燈之效用評估》的研究案 在報告裡面也有提及 台灣汽車裝置第三煞車燈已有逐漸增加之趨勢 但在國內並未將其列為標準配備 更重要的是在確信其本土性效益後 就市面上已成琳琅滿目的 不同煞車燈形式與安裝位置 提出檢討與建議的字眼 當中並沒有特別提及 在當時法規沒有允許的狀況下 裝設第三煞車燈是否為違規行為 而研究的最後結果 也得到跟美國相近的結論 那就是裝設第三煞車燈 可以有效提升駕駛人注意力 縮短煞車緩衝距離 進而降低車禍傷亡 因此建議交通部將第三煞車燈納入規範 等到了1995年 正式修法要求往後新登記領牌的汽車 都必須加裝第三煞車燈 這才終於有一套完整的規範 將第三煞車燈的相關規定法制化 不過相比於當年修法前 第三煞車燈處於曖昧的存在 有一個可以提升行車安全 但是現在卻被法規視為違法改裝的 就是將車頭燈由傳統的魯素燈泡 更換成HID或LED燈泡 其實也不是說更換燈泡形式就是違法 只是法規規範的流程相當繁瑣 除了只能換裝車輛形式安全審驗認證的燈泡之外 還必須要有購買燈泡時的統一發票 而且同時需要附上改裝證明文件 雖然在其他國家將傳統魯素燈泡 更換成HID或LED燈泡都有著相對嚴謹的規範 像是只能使用經過認證的燈具 必須檢驗通過後才能上入行事 而會有這些規範正是因為車燈過量或是角度裝設錯誤的話 可能會嚴重影響其他車輛的視線 甚至導致交通意外 但是台灣要求的改裝證明文件 卻規定必須要由店家開禮 店家的營利事業登記也必須是汽車修護類 這就代表著一般使用者是不能自己DIY改裝 而且尷尬的是目前一般消費者也相當難確認 哪些燈泡是有通過認證的 甚至還有廠商宣布自己的產品認證完成 但是在車安中心的資料上卻沒有相關的資料 使得相關的大燈改裝機制變得更加樸縮迷離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有些車主捨棄麻煩的大燈改裝 轉而採用加裝霧燈的方式來提升夜晚的照明 而如果有這樣的需求 身為機車車主的你 可以選擇卡西提霧燈 3000流明的超強光線 讓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魚眼設計切線明顯 不用擔心照射角度過高 影響其他車輛視線 3.0智能版同時整合了遠燈跟靜燈 靜燈使用醒目的白光 遠燈則使用穿透信號的光光 遠近燈可以同時開啟 在天氣惡劣的夜晚 也不怕燈光被水氣局限住 IP67的超強防水 以及兩年的產品保固 讓你不用擔心在氣候潮濕的台灣 又沒多久就故障 更重要的是 騎車在山路上 最困擾的就是轉彎的時候 車燈經常因為傾角問題 導致前進的方向霧氣抹黑 而卡西提霧燈 有著超廣的照射範圍 可以照亮轉彎的路徑 提升夜晚在山路上的安全 不過如果把頭燈從魯素燈泡 更換成HID或LED燈泡 有一大堆繁鎖的法規限制的話 加裝霧燈難道不會更麻煩嗎 事實上在目前主管車輛審驗的法規 車輛形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當中 有規定無論是汽車還是機車 裝設到車上的霧燈 必須要符合一定的光度 燈色切線等等要求 但是有別於車頭燈 還有另外的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23條 直接顯明頭燈變更的話 必須要比照車身式樣 輪胎支數尺寸 燃料種類 座位、盾速、引擎、車架、車身等等內容 要到監禮站辦理登記 並且檢驗合格才能上路 加裝霧燈反而沒有受到相關的限制 這反而形成一個吊詭的現象 也就是霧燈明明在光線強度、照射範圍 都能夠比頭燈還要來得更亮、更廣 代表著如果裝設不良的話 會對於其他車輛有著更大的影響 但是加裝霧燈卻不像改裝頭燈一樣 還要繁榮的檢驗跟登記流程 形成一個不符合比例原則的狀況 不過說老實話 那些嚴格的檢驗規定 還真的不見得能夠促進多少交通安全 縱使現在沒有完整的歷史文件 能夠證明當年加裝第三剎車燈 在台灣真的是會被公家機關刁難 但是有些跟安全性無關 甚至是能夠提升安全性的改裝 目前在台灣仍然是被完全禁止的 比方說一些老舊或是等級比較低階的車輛 原廠提供的煞車可能就是低成本的古煞 但是因為本身的構造問題 導致一旦在高溫環境工作過久 就會嚴重影響煞車的效能 而且性能不像碟煞一樣線性 因此有些車主會想要把古煞改為碟煞 然而這在台灣法規裡面 卻是直接名文完全禁止的項目 即便這樣更改煞車系統 確實是有技術上的難度存在 但是在其他國家不見得是完全禁止 至於多年來炒得沸沸揚揚的排氣管 雖然說從今年開始 環境部終於要全面納入管理 然而這只是基於管制噪音跟排放廢氣的目的 排氣管的形式則不能有太大的變動 也就是說如果是為了外觀 將單出的排氣管改成雙出 或者是把排氣管從右邊改到左邊 則都是違規的行為 順便補充一下 這種違規僅限於機車而已 如果是汽車要做這樣的排氣管更動 目前則都沒有相關的限制 另外一個更加荒謬的 則是目前仍然沒有解套的短排架 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裡面 只有第11條載明 因正面懸掛於明顯適當位置 沒有其他法規將更改排架列為禁止項目 但是卻經常有執法人員自由新政 把自己當成瞎了眼睛一樣 想開出罰單就開出罰單 對比其他國家還可以在車牌上發揮創意 這些法規顯得極度拘謹 甚至是長年來有不少的車主 呼籲應該要針對排架角度明文規範 避免執法人員隨意解釋法律 然而交通部卻始終不肯採取行動 完全不了解到底在想些什麼 總規來說 車輛設備的法規之所以會有比較嚴格的規範 也是為了減少對於其他駕駛人的不良影響 但是仔細探究當中的規範之後 卻會發現似乎有些地方存在著不太合理的管制 所以如果要對自己的車子進行改裝 最好還是先確認好相關的法規 或者是詢問有沒有前輩遭到開罰的經驗 才能避免自己踩到地雷 那如果是說覺得頭燈太暗 又怕改裝會遇到一些麻煩的驗車問題 不妨考慮卡西提霧燈3.0智能板 外掛式的設計安裝也相當簡便 歡迎有在騎車的大家參考喔